同学们大家好 那在前面呢我们就学习了 现成同步的互聚量的方法 自选所的方法 以及读写所的方法 我们这一节课再来学习一种重要的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叫做这个条件变量 什么是这个条件变量呢 这个条件变量 它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现成同步的方法 那么条件变量呢 它的工作原理是 允许这个现成在一定条件没有满足的时候 睡眠 直到满足某种条件的时候 再唤醒这个现成 当满足条件时 就可以向这个现成呢 发出这个信号把它叫醒 那么这个就是条件变量的一个工作的原理 那么为了理解这里面的条件变量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前面所学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 那么对于前面所学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 其实呢都是严谨的来说 都是有一定的漏洞的 什么意思呢 举两个例子 那么当这个缓冲区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前面的例子是这个消费者 可以继续进行消费的 那么在实际情况下面呢 应该不允许这个消费者消费 而等待这个缓冲区 大于等于零的时候 消费者才可以去消费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当这个缓冲区满的时候 应该不允许这个生产者继续的往这个缓冲区里面进行生产 生产者必须等待这个缓冲区里面的产品 被这个消费者所消费之后呢 生产者才可以继续的往这个缓冲区里面生产产品 那么这两个呢 在前面我们都没有很严格的去进行约束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学习的这个条件变量呢 我们就可以对之前的这个模型进行更严谨的约束了 那么对于这个缓冲区小于和等于零的时候呢 消费者因为没有缓冲区的产品进行消费了 因此这个消费者必须等待 那么在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当这个缓冲区为零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生产者生产了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唤醒可能等待的这个消费者现成 那么这个是这个缓冲区由零变成一的时候 可能需要做了一些操作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有消费者在等待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当这个缓冲区满的时候 那么对于满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生产者已经在等待了 因此呢 当这个缓冲区满的时候 并且这个消费者消费了一个产品的时候呢 就需要唤醒其他可能在等待的生产者 也告诉他们说 这个缓冲区现在没有满了 那么里面生产者呢 可以继续的去生产这里面的产品 那么这里面两个唤醒的操作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期课所学习的条件变量来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去使用条件变量来满足这里面的情况 那么在操作系统里面 操作系统所提供的西语言的API呢 条件变量的定义是通过这个Count T来定义的 那么它的等待是通过Count Wait来等待的 它的唤醒呢 是通过这个Notify来唤醒的 那么这个条件变量呢 还需要通过这个扶持量来使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条件变量的例子 来到Linux 在这里面呢 老师创建了一个叫conditionDemo.cp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用于演示这个条件变量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具体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了两个函数 producer以及这个consumer 那么这个producer呢 就是生产者 他的逻辑很简单 使循环的去生产这个产品 那么消费者呢 他也非常简单 使循环的去消费这个产品 在面函数里面创建了两个线程 线程一和线程二 线程一执行这个消费者 线程二呢 执行这个生产者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把刚才所介绍的两个约数给它进来 那么第一种呢 是这个生产者的情况 我们需要判断 这个当前的这个number 是否待遇这个缓冲区了 那么如果待遇的话 我们需要等待 是吧 那么同样的 在这个消费者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判断 如果这个number小于零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等待 我们也需要在这里面等待 接着我们定义这个条件变量 条件变量是通过这个con的t 定义的 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条件变量呢 是配合这个护士量来使用的 因此呢 我们这里面也需要定义一个护士量 接着我们将会在这个等待里面通过这个condition 条件变量来实现这个等待操作 那么这个等待操作呢 是通过这个pfluidconditionrate来等待的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condition来等待 并且需要配合这个质量来使用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临界职员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加锁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打印一句话吧 打印什么呢 打印说这个缓冲区满了 等待消费者消费 然后呢 我们在进行了这个 然后呢 在这个外循环里面呢 如果number小于这个 最大的缓冲量的话 那么将会执行这个number加益的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解锁 操作完成之后解锁 并且这个时候通知可能等待的消费者 通知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notify 通知的 我们打印一句话 通知消费者 然后呢 再进行这个解锁 简单的回顾这里面的逻辑 这里面我们首先 在这个外循环里面呢 先加锁 然后判断 判断这个number呢 缓冲区是否待遇这个最大的限制了 如果待遇的话 那么我们等待 并且打印说 缓冲区已经满了 等待消费者进行消费 接着 如果这个跳出了这个外循环呢 就说明这个number已经小于这个最大的缓冲了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加一 表示说生产一个产品 然后通知可能在等待的消费者 最后进行解锁 那么同样的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消费者进行一个实现 那么同样的 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等待 p-flip-comp-weight 对吧 等待 然后呢 我们也打印一句话 把正常拷贝下来 把印说 这个缓冲区空了 等待这个 生产者生产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跳出了这个循环的话 就说明这个number已经大于零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减一 并且通知说 并且通知这个可能等待的 生产者 这里面有一个错误 这个通知 上面的这个生产者呢 应该是这个condition notify 不是multics 这里面我们突然打印一句话 通知生产者 对吧 最后我们 在这个操作number的前后呢 我们需要加锁和解锁 同样的 前面也加锁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严谨的 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 接着我们退出编译 看看是否有编译错误 好的 这里面是有一定的错误的 我们回头改一下 25行 我这个40行 还有14行 首先是14行 这里面是大写的multics 然后是25行 这个condition notify notify什么错误呢 notify的错误是 这个 应该叫signal notify呢 是别的语言 这个api 这里面老是混乱了 同样的 下面呢 也不是这个notify的 而是这个signal的 这次编译 好的 那么这次编译过了 我们把它执行看一下 哇 这里面打印很多 我们这个还需要改一下 这里面 sleep一下 每次这个number加页的时候呢 我们sleep一秒 同样的 每次这个消费一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也sleep一秒 并且在这里面 我们也把这个number给打印出来 这里面twin to f 说什么呢 说这个消费一个产品 单前产品数量为 number 同样的 上面我们加一的时候呢 我们又打印一行 说这个生产一个产品 最后呢 为了表示这个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 他们速度的差异呢 我们在每一次生产之后呢 都sleep一秒 你表示这个生产和消费的差异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生产者 他每生产一件产品呢 就会sleep两次 第一次的这个sleep呢 表示的是这个生产产品 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第二次呢 是这个生产产品的频率 那么最后 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这个print 每一次加页之后 我们直接打印这个print 然后再sleep 同样的 下面呢也需要调整一下顺序 好的 退出 编译 然后我们执行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的 执行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这个生产者 生产了一件产品 那么当前产品数量为1 那么生产一件产品之后呢 他就通知这个消费者 通知说 我这里面已经有产品 已经生产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 消费者呢 就消费一件产品 消费之后 产品数量为0 那么通知生产者 那么这个时候 消费者还想继续消费 但是这个时候发现 这个缓冲区 已经空了 那么等待这个生产者来生产 那么这个时候 生产者呢 生产了一件产品 然后通知消费者 那么消费者呢 就收到这个通知了 然后消费了一件产品 消费之后 产品数量为0 那么通过这个通知 和这个等待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 严格的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无论是这个产品的生产 还是这个产品的消费呢 它的数量都不会小于0 或者是大于这个最大的缓冲区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回到PPT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刚才就演示了 这个条件变量的使用 在这里面 我们使用了这个wait 来等待某种条件的满足 以及使用这个notify 来等待这个被唤醒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PPT是有错误的 这里面不是notify 而是这个signal signal 那么这里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是signal 不是这个notify 最后 简单的来回顾 这里面的条件变量 那么条件变量呢 它是一种相对复杂的 线程同步的方法 那么条件变量 它允许这个线程睡眠 直到满足某种条件 当满足某种条件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向这个线程 发送一个信号 通知唤醒这个线程 就比如说刚才 如果这个缓冲区小于0 那么这个消费者线程呢 就会睡眠 直到满足某种条件 就比如说这个缓冲区 它的产品数量大于0了 那么这个时候 生产者在向这个消费者线程 发送一个信号 来通知 唤醒这个消费者 那么这个就是条件变量 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还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完善我们前面所学习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 你熟悉这里面的条件变量 好的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